香醇咖啡拉出爱心拉花 冬天来杯热拿铁暖活生子 而且开工日当天还有优惠小确幸 明天开工日是不是有一点点物足呢 不过业者却趁机抓住了商机要推出咖啡的 马一送一希望能够疗愈你的心 除了一克咖啡寄出咖啡马一送一 星巴克跟单体同样有半价优惠 至于路易莎则是第二杯半价 巴蜀杜C大杯咖啡第二杯20元 开工日这一天提供了一个满一送一 咖啡满一送一的活动 也希望能够带动满一期 那我们预期比平常的一个生意呢 还要多两成的一个营收 还要多两成的一个来客 不只连锁咖啡根据超商统计 廉价后的开工日 咖啡销量会比平常多出五成 因此Saven就寄出第二杯半价 全家满一送一 OK买六送六 最狂的就是莱尔富买30送30杯 民众也准备手刀寄杯 明天要开工不能睡到饱这样 每天都在期待这个 一次都寄很多杯啊 这样比较优惠啊 准备工作一些东西 收心这样子 就是有优惠就会去买这样子 至少有比没有好 用优惠帮上班族打气 同时也替品牌制造话题 要在新年刚开始冲出销售好成绩 八大新闻需要主林博志台北通道 民众八方式近在一小时 锁定八大民众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